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斌 今天呢,我又下地干活了啊 今天我们把 我身后的这个地里面呢,要准备种这个玉米啊 现在我要开始耕地了 这块的地呢,有些坡度啊 可能不是那么好耕了 我妈呢,现在正在撒肥料 肥料撒了,我们就耕一下,然后就 把它种了啊,种玉米 终于跟完了啊 我们这个地呢不好跟 还我妈必须在前面给我拉着 现在我们弄完了,休息一下 已经是满头大汗了 休息好了,我们就开始种这个玉米 我妈呢,现在用这个锄头把这个地勾平啊 因为待会儿我们要铺这个薄膜 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地里面就是一半的土一半的石头 再剪都剪不完 天天剪,你把 面上这一层给它剪完了,你再勾一下又出来这么多 现在我妈就挖窝子了 我们还是要用这个棍子 把这个宽度给它比好 因为这个棍子的话就刚刚跟这个 宽毛一样宽 宽毛一样宽 这个种子丢好了,我们现在就要 拉钩了 这个钩拉好了,我们就把这个宽毛给它铺上,就给它盖起来 现在我妈呢,再把这个玉米种子啊,给它盖起来 种子就在这里面 就要给它盖起来 盖平 现在我们铺薄膜了 我们再把这个土给它勾过去,把这个薄膜给它压住 就这样给它盖起来 我们再把这个土给它勾过去,把这个薄膜给它压住 铺这个薄膜呢,它就是 起这个 保存水分的作用啊 因为我们这里比较干燥嘛 看这个薄膜里面一下就起这个 汽水的啊 看嘛 薄膜上呢,我们再挖些土给它盖起来 把它压住啊 不然的话吹风了的话,它会 鼓起来 我们 河谷一带的话,种庄稼跟山上种的不一样 山上呢,种不了这个 玉米啊,所以说 山下就铺薄膜,山上种生菜的话 还是会铺这个薄膜 现在我们又继续挖另外一排 我们在这里 牵了根线 这样就是 端端对着这根线 挖窝子就更直一些 进咯 挖成窝了 它就进去坨窝子了 好的 朋友们,我们玉米种完了啊 像这些空隙的地方呢,我们种不了玉米的 我们就给它种这个土豆 每种玉米的地方 我们是因为有苹果树 所以说就没有种 但是我们也不能浪费 还是把它种成土豆了 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藏区的天气变得是有多快 一会儿的功夫 现在就刮起了大风 天上全是乌云了 感觉像下雨了 看特别是这边 看哦 今天就种了这么多了 五拍 阿兵到这里了 五拍 今天就做到这里了 这个天也想下雨了 我们忙了一上午了 午饭的还没吃 现在就回去做这个午饭了 感谢大家观看阿兵的视频 喜欢阿兵的视频 记得点个关注 谢谢大家 祝大家生活愉快 天天开心 我们下集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